各位網友大家好 全城熱話 大家都對Party Room很有興趣 昨天有一對情侶遭用Party Room 然後他們的私人影片 不知道為什麼在網上流傳了 這件事非常反映香港的土地問題 沒辦法 其實伍仔之前做生意 金之龍的partner 本來他也有做Party Room 伍仔之前有想過去經營一間Party Room 美其名就是Party Room 其實就是Happy Room 我管你做什麼 但是我的partner是真的經營過Party Room 他也有一些獨家的東西 可以分享給大家聽 在開Party Room的時候 很多一班班來的 可能真的玩的話就很多 情侶來呢 你會看到可以拍照拍照 無緣無故 我都有攝影的 有個位是拍不到的 都是有些私人 那個位是給人換衣服 有個fitting room 有些情侶是無緣無故 在那一個位 半個小時都不見了人 然後就大家知道什麼事 然後就沒有了 都不會公開來看的 就是告訴你 他們有個camp在那裡 就不是隱藏的白露電視 他都不會在明目張膽的 除非他想分享給我們看 真的 其實這些事情 就不是偷拍什麼的 你這家Party Room 你要保障 裡面的人不會突然有什麼危險 突然有什麼衝突 怎麼知道 起碼有個CCTV在那裡 通常Party Room都是玩什麼 玩打機 玩Broad Game 唱K 打邊爐 差不多 但是 你說 是不是很多情侶 兩個人去Party Room 我朋友之前在觀塘有一家 我經常去他打招呼 我們也有聊天 是有的 很正經的 通常說帶個蛋糕 和男朋友慶祝 沒有說現在這樣 做了很多段這些片 因為我朋友那家 就說明給那些人聽 說這裡我們是有CCTV的 已經說明了 就說了給他聽 這裡有 這裡也有 指了位置給他看 他就分享說 有個換三位 因為他那個Party Room 是有得玩不同的衣服的 譬如你扮豬 他扮狗 有些護士 但是他那些是正經的 他真的正經的 就是玩一些有趣的東西 不是情趣的那些 我當然知道有些 是搞到整個地鐵站 古靈精怪那些 那些是時鐘房 說真的 是正經的那些 那些 就算正經的那些 他說那些情侶 去那些換三位 那兩個人走進去 因為有鏈 都很久都不出來 很多東西玩 這些始終是別人的私人 他這宗新聞 就不是這麼簡單 就不是說 在網上分享了 下人的影片這麼簡單 他說這件事 是有三對情侶中招的 但是呢 反而是Party Room報警 那真是案中有案 大家會想 以為為什麼會有這些片 那原來是別有內情 他說近日 網上流傳Party Room內 年輕男女的一些私人影片 拍攝地點在油麻地的一間Party Room 而有情侶租用房間 程度弄事的時候 發生一些很親密的行為 被房內監控鏡頭拍到 結果有關影片就在網上流傳了 據悉有多名男女中招 目前已知有三對苦主 事件引起網民熱議 引致是否有人把客人私恩外洩 這個報道的記者 訪問Party Room的女負責人 他說對方指與男友合夥經營 他的男朋友曾把客人的私人影片 傳給另一個人 誰知道 那個店主和朋友 那些人產生了一些金錢的爭執 對方更把那些影片放在網上 那他們 就是Party Room的負責人 已經報警了 這件事真是很半中有岸 如果你說報警要抓誰 其實Party Room也有責任 是他把客人的私人 丟給朋友看的 那你報警 可能他也要受一些法律刑責 真的 這裡當然要不斷呼籲 說真的 你這些Party Room也好 K房也好 雖然一定有些死位 例如K房 例如你有私家廁所 那私家廁所一定不會有Camp 正路那些Camp 但是被人裝了就不知道 其實男女也好 去酒店 或者什麼 真的要到處找一下鏡頭 之前說過女記者去歐洲 那間酒店 找到11個鏡頭 有些還是直接連到那些成人網站 真是 大家要小心一點 不要說無論端端做了那些 網站的男女主角 真的 呼籲一下那些 玩Party Room的情侶 情都弄事 那你不要訂房子 你Party Room又不是便宜 Party Room有多便宜呢 你一個人起碼都是一塊水 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兩百 加上四百 你去其他地方玩 那些正正經經的 你不用去這些 老小咸宜的地方 人家上手搞完沙日會 跟小朋友 丟 或者下一手 又有些學生在玩Broad Game 搞到地方黏黏黏 肉糕酸 其實五仔 因為那時候認識了一個朋友 我是搞Party Room 我是真的想 光明正大開一間 叫Happy Room Happy 這是真的對情侶的 你說做不做那些 自己我不理得你 說真的做這些 又不是犯法的 只不過他們 是因為香港真的沒有地方 就像當年尤惠晶這樣說 想搏東西也沒有地方 沒有的 真的沒有的 有什麼 你看看別人的愛情動作片 撞到砰砰的聲音 你在香港哪裏做得到 是不是 的而且確 香港人是有一種壓抑在這方面 我自己想過 我就真的沒有本事說 開一間酒店出來 不要說是時鐘還是大酒店 在珠海 也說只有機會 但是要集資 我自己就不是想到這麼大的生意 但是Party Room 我朋友也開到 那我要開一間Happy Room 其實 譬如你一間公廈 其實我是幻想的 我不是叫人做 也不是我自己做 我是brainstorm這件事 當年 一間公廈 劏開很多間房 接著房間有很多主題 其實最便宜的 你床都不用 你床又要砌 你又要搬 將來收拾 你的東西丟去哪裡 我床都不用 譬如每間不同的主題 你一間房 你不用太大 100呎 你要一男一女 更衣室也可以 你有空間就可以了 那你弄個什麼 夜空 那些燈光很暗 那些燈光很暗 扎個形 鋪一些草地 弄一些夜光的星星 調暗一些燈 說上面有光又浪漫 那樣就好了 對不對 那方便大家而已 但是我又沒有這樣的成本 可以做到一間酒店 有洗澡房 那廁所一定要有 還有 搞一些消毒紙巾 酒精 那些 那時候是有這樣brainstorm過的 因為土地問題很嚴重 還有說真的 你說有些 不大不小的那些 你不要說 未成年那些 那些當然不行 但是你說很多年輕人 他們自己找位去玩 以前 不要說以前 現在都有 譬如你在公園 經常有人偷拍到 有人在做運動 天台都有 現在其實已經少了很多 被你拍到的已經是 尿尿可數 你想想以前沒有電話上機的年代 喂 真的通街都有 這些東西 轉角可能 一幢大廈轉角就有 對 真的 自己都試過 連笑棄勝 對不對 所以現在 那些人基本上是沒有位去玩的 喂 這些是很正常的 我記得 那些人說 什麼 在地鐵上 經常拍一些情侶親熱 那那個心理學家 曾凡光 他說 其實這些是 正常男女的感情的表達 那這些是人家的東西 那當然你說 如果在地鐵上吃到聲音 就不太好 但是你說抱抱抱抱抱那些 真的 有一點點葡萄 那曾凡光好笑 他說 當你覺得他們有問題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其實也有些問題呢 為什麼你要把焦點放在人家 為什麼你不會放在隔壁 其實他如果不是有太過激進的行動 都是人之常情這樣說 其實我也是這樣覺得的 我覺得這件事簡直是 人是需要的 就像喝水吃飯 呼吸那樣 大家都是這樣來的 不用說到又是醉又什麼 不是 之前說過什麼 大兔婆說神明 會覺得這些東西是猥褻的 那看看你跟誰做的 你正常有愛情的是 但是建基於感情建基於愛情的 就絕對不是猥褻 我覺得那件事 如果你說建基於是錢的 拿來換包包的 我覺得就很肉酸 是啊 我覺得是這樣的 所以那時候是真的打算開一些 Happy room 給別人Happy 你又可以簡簡單單的 不需要一定是家裡景 你簡直是整個廚房景 可以煮食 你知道那些人什麼地方都可以開心 如果你要開心的話 對不對 但是我聽到有人接受過訪問 他們開了這件事 他們不是開Happy room 他們是開酒店 他真的開酒店 他那把鎖就是密碼鎖 那些人就不需要去拿鎖匙 全部網上預約 就不用見面 其實這件事很受歡迎 因為不用見樣子不用尷尬 他帶個女朋友去 那當然門外就有個CCTV都拍到什麼人 但你說裡面當然沒有 但是看過那個人 他說也是公下做的 有五個房間 叫做出租的空間 被人去短聚 那他呢 其實在那個報道裡面 其實他在那個報道裡面 他說這些是24小時on call 他說敢說凌晨三、四點有人來 那之後還有一轉 又說要來 那你無端端又要睡睡覺 扎起床 跟人幹什麼 走去執床 清潔房間 喂大哥 人家你知道香港人 現在搞那些死人大酒店 都可以搞到烏這單刀 是不是 很噁心的 現在那些人 最喜歡 瘋了線 就算在K房以前也見過 一群人生日 一邊扔蛋糕 側交人的臉 什麼掌門人 搞這些 暗糕風氣出來 很噁心的 搞到扔扔成身 那你說這些 出租房間 那些人給了錢 當自己是大爺 不要怕 不是自己的 真的 瘋了線 什麼都有 弄到那些東西都爛了 那他就說是24小時on call 去做這個生意 那他跟他女朋友兩個去輪住做 一個月只賺到兩萬元 他有五個這些單位 但是你計算 他五個這些單位 他不是經常負責 他每個這些單位 他都還要付租 扣除成本 只是賺到兩萬元 幸好我當時沒有搞這些 有時候的生意 又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好做 他有這樣的需求 但是別人是不是一定要找你呢 可能他們都是 就是這次來這裡 下次 不如去那間好一點 是不是 去那間白街 連鎖的那些 那些市正一點 那些人習慣了去租地方 就不會經常租那個地方 如果經常租那個地方 不如外面自己租那個地方 是不是 他們不是的 他們這樣散著給錢 他們會租一下這裡 又租一下那裡 所以原來這本生意 又不是真的好賺錢 一對情侶情到農事的時候 都小心一點 你知道現在的世界很多天眼 很多鏡頭 剛剛有說過 在一些外國的酒店 有十幾個鏡頭 甚至有些直播 去一些成人的網站 所以大家去這些Party Room Happy Room 真的要小心一點